《你一天要睡多少小時》 一項新研究指出 太長或太短的睡眠時間都不利大腦的健康 美國醫學會雜誌《神經病學》 在8月30日發表一項新研究 指睡眠時間太短或太長 可能影響不同的潛在疾病病情 日後還很容易患有認知障礙症 研究發現當睡眠時間只有6小時 甚至更少的人腦中會有較多的β類澱粉蛋白 該研究的主要作者史達福大學博士後研究員喬·維納 告訴CNN 這樣會大幅增加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風險 正常的睡眠時間應該是7至8小時 但睡眠時間過長也與較低的執行能力有關 但這些人的β類澱粉蛋白水平並未上升 這項研究的主要收穫是 晚年保持健康的睡眠很重要 維納指出 睡眠過少或多的人都會有更重的體重 和更多的憂鬱症狀 而β類澱粉蛋白 是一種正常腦細胞活動期間產生的蛋白質 目前醫學界認為 認知障礙症的成因是這類澱粉斑塊 造成腦細胞壞死 這項研究系通過參與者報告他們的睡眠時間 但沒有評估睡眠質量 台中臨申醫院 腦神經內科主治醫師林志豪指出 睡眠對大腦的影響不是只有時間長短而矣 還包括睡眠品質好不好 這樣也有差別的 而失眠、淺眠、半夜多時醒等不好的睡眠品質 會令大腦無法大量清除β類澱粉蛋白 造成隔天醒了頭腦分尋 反應變差 長期以來容易引起腦部退化 因此有睡眠問題的人應該盡早就醫治療